大家好 昨天俄军发射了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 攻击了克拉玛托尔斯克 昨天的攻击中 击毙了三名哥伦比亚人 另外还有来自于美国的工军 现在有说法是美国的油漆病 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 坐标是 上面这一个 这是具体的坐标 克拉玛托尔斯克 攻击的是当地的一家饭馆 餐馆 也是军人俱乐部 是第56旅高级指约官的活动中心 克拉玛托尔斯克 有兴趣可以按照这个坐标 自己在地图上搜一下 爆炸现场也出现了画面 给大家播放一下 伊斯坎德尔导弹 现场被完全摧毁 大家可以看 整个现场建议被完全摧毁 那么现在俄军呢 表示现场呢 出现了带有 美国101空降师T恤的男子 而且呢 现场也捡到了 美军的一些标识 这是打击的现场啊 那实际上已经证实啊 现场实际上是有美国的这个外国工军 特别是伤亡 受伤的人员里面呢 实际上呢 有讲英语的 讲英语的外国工病 已经证实着有三名哥伦比亚人 分别是作家赫克托 阿巴德 政治家塞尔吉奥 哈拉米洛 记者塔琳娜 哥迈斯 他们也在现场 那么现在哥伦比亚的政府呢 已经向俄罗斯方面呢 提出了 抗议 哥伦比亚总统 古斯塔沃 佩特罗表示啊 哥伦比亚外交部 应就克拉马托尔斯克导弹袭袭击造成三名哥伦比亚人受伤一事向俄罗斯提出抗议 俄罗斯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呢 则称他们为乌克兰行动鲁莽付出代价 打击现场出现了101空降师的这个徽章啊 但实际上呢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啊 现场实际上并不是101空降师的人 而是游骑兵 是美国的游骑兵 现在我呢 得到的消息呢 消灭的乌军人员呢 有22岁的亚素营的机枪手啊 叫阿尔角姆苏霍 苏霍维 他很有可能是给顾应兵啊 当这个保卫啊 保安工作 所以与顾应兵一起被击毙 那昨天呢 实际上呢 出现的工兵啊 包括美国陆军第75游击兵团 第3营 为什么呢 他是尸体上发现了纹身 美军的这个游骑兵 大家看啊 那这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呢 实际上可以看到啊 他呢 是参与了啊 乌克兰的这个作战 可以看啊 游骑兵的这个纹身 那最有趣的是 这个人在死之前啊 被伊斯坦德尔摧毁之前 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 20分钟之前 刚刚吃完一个披萨 就在这个俱乐部啊 刚刚吃完披萨 目前已经确认啊 目前这次打击呢 有10人死亡 具体呢 受伤情况呢 还有在进一步证实 但是已经确认 当场有10人死亡 这个俱乐部呢 是乌军啊 他的一个军人俱乐部 大量的军人呢 在克拉马托尔斯克集中 在这个方向活动 像俄军早就掌握了这个信息 为什么今天打击 还有可能与这些外国工兵 特别是美国的尤其兵 抵达有关 掌握了具体情报 而且呢 现场呢 从伊斯坦德尔打击 现场来看 精度非常高 说明现场有 俄罗斯的情报员 在现场进行目标指示 大家知道 这种目标指示 一个是可以通过 激光 在激光远程照射来指示目标 那也说明现场实际上 有俄罗斯的这个情报人员 在现场 那实际上是56旅的高级指挥所 高级指挥部的 高级指挥官的这个营地 所以有可能10个人里边 有包括56旅的高级指挥官 也被击毙 现在还要等乌军 下一步公开的这个布告 所以这次打击呢 对乌克兰56旅来说 是重创 另外呢 提到油漆兵 提到美国的油漆兵 美军的油漆兵 这个油漆兵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 美国的油漆兵的历史 可能大家对这个油漆兵 不太了解 油漆兵呢 实际上就是美军的特种部队 或者叫侦察部队 在介绍油漆兵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 这次被击毙的三名哥伦比亚人 三名哥伦比亚人呢 是卡拉玛托尔斯克 袭击中受伤 并没有死亡 是哥伦比亚议会的议员 叫塞尔吉奥哈拉米洛 作家阿巴德 记者哥麦斯 哈拉米洛呢 他是作为当地的一个 NGO的创始人来到乌克兰 这个人在哥伦比亚非常有名啊 他担任过胡安 曼努埃尔桑多斯总统领导下的 和平高级专员 于12年到16年 领导哥伦比亚政府 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之间的谈判 哈拉米洛呢 还拜访了哥伦比亚的国防部 还参与过国防部 还有担任过国防部国家安全顾问的一个事务 早年呢 这个哈拉米洛呢 曾经在多伦多牛津剑桥学习 除了母语西班牙以外呢 还能讲流利的英语德语和法语 他还可以使用意大利语和俄语进行交流 那他现在这个组织啊 实际上呢 叫AUGNN A N T A U C R A N I A 是西班牙语 这个组织呢 是指在拉丁美洲文化环境中 传播亲乌克兰的叙事 并团结地区作家 艺术家 记者 诗人和许多其他成员 为乌克兰的进行宣传 包括担任人是智利著名作家 伊莎贝尔 那么哈拉米洛 他本人的伤势呢 也不太严重啊 所以很快也将从医院离开 那这次打击呢 油漆兵呢 实际上呢 是 俄罗斯媒体现在报道啊 是乌军啊 现在在 乌东地区部署的这个新的啊 意志力量 这个油漆兵呢 实际上是美军的第三油漆兵营老兵 第三油漆兵啊 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 这个老兵呢 是参 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呢 他参与过 针对核武器的相关的演习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呢 他呢 到达乌克兰 这支美国油漆兵的部队呢 到达乌克兰 与乌克兰境内的这个核袭击事件有关 因为这个美国油漆兵营 第三油漆兵营的老兵 他曾经参与过核 核事件处理 所以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方面怀疑啊 不排除未来美国方面啊 联合的乌克兰会在俄罗斯进行脏弹袭击 而美国方面呢 会提供支持 这个美军 陆军的油漆兵啊 他呢 由来已有 从这个17世纪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独立战争之前啊 这油漆兵实际上就是美国啊 大陆军的一个情报侦查单位 只在对敌方行动进行侦查和破坏啊 美国的油漆兵呢 叫Ronger Ronger实际上呢 就是游击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实际上在敌后啊 进行秘密偷袭 以及侦查破坏活动 这样呢 最早的是法国和印第安战争中 英国士兵的名字 最早呢 出现在美国陆军中啊 是在1675到1677 油漆兵的骨干力量呢 是第75油漆兵团啊 隶属于美国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 精锐的空降 清部 清部兵部队 一共六个营 这六个营都参加了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在入侵巴拿马 在入侵巴拿马和格林纳达 油漆兵团呢 也参加了二战 六个营中的三个 以及5304 特别分遣队呢 又成立了475 步兵团 油漆兵呢 驻扎在本宁堡 向美国陆军司令部进行汇报 17到18世纪呢 实际上英国殖民者 与印第安人作战期间啊 这个油漆兵Ranger呢 就非常流行 主要是十人一组啊 进行远程的侦查 和破坏活动 所以呢 这个油漆兵抵达克拉马托尔斯克 俄罗斯方面分析呢 首先呢 美国方面要对乌东地区 美国方面要进行侦查 另外呢 油漆兵 他有从事核活动的这个经验 也会配合乌军在 乌东地区 进行这种脏弹的袭击 之前的俄罗斯方面警告过 俄罗斯 乌克兰方面已经制造脏弹 现在不排除这个美国的油漆兵 会参与这个脏弹袭击 油漆兵呢 在二战时期呢 是由美国陆军少将卢西安 特拉斯特克 他组建 42年的时任英国的陆军总参部联络官 第一个向美国陆军司令 乔治·马歇尔建议 在美国陆军应该向英国部队 组建一个侦查破坏部队 也就美国陆军 深度情报队 后来称为 Ranger 就是油漆兵 朝银战争爆发以后呢 50年8月 组建了第八油漆兵连 该联的是少校指挥官 少卫指挥官 叫帕特克 帕克特 该联的是 在朝银战争 包括越南战争都参与 50年组建了四个联 其中的二联 是由黑人组成的 一直不对 第二联由505空降团 和82空降师 第八十炮门营人员组成 他们在朝银战争期间 主要从事巡逻 侦查 杀伤 中国人民志愿军 以及朝铅人民军人员 第一油漆兵连的夜间突起 摧毁了朝铅第十二师指挥部 第二联在和第四联 在文灯登陆 美国实际上 第五油漆兵连 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朝铅进行过作战 到了近期现代 美军因为反恐作战 油漆兵的任务 进行了改变 特别是越战以后 美国将油漆兵 分配给了参加特种作战部队 特别是美国特种作战中心 进行秘密的渗透活动 所以这一次抵达 卡拉马托尔斯克油漆兵 它并不是美军的常规作战部队 而是美国类似于特种部队 像海豹突一队 它实际上区别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但是他们很多的工作量 包括工作要危险 比中央情报局特工还危险 包括核武器一些处理 像美国海豹突一队 他们还有绿色贝雷帽 绿扁帽 这些陆军的特种部队 他是在大型作战 大型战役 进行这种破坏活动 但是油漆兵是在平时 没有战事的时候 也会派出油漆兵 这是美国实际上的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战争 油漆兵也会在全世界进行部署 进行工作 所以油漆兵 它会一直存在在世界各个角落 所以这次他出现在 乌克兰的卡拉马托尔斯克 而且被击毙 俄罗斯方面认为 虽然说是老兵 但是也说明 乌克兰战场已经出现了美军 那卡拉马托尔斯克 大家知道 这个泽连斯基刚刚离开 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 那么也说明 泽连斯基到达以后 带来了大量的美国工兵 以及美国的高级指挥官 美国的顾问团 未来在巴亨特方向 乌军一定会有军事行动 这个方向南部地区就是什么 就是大诺西尔卡 大家可以看 大诺西尔卡 所以未来在 南顿尼斯克方向 乌军会有大功能反击 那今天在巴亨特方向 也有最新的消息 巴亨特方向乌克兰方面宣布 夺取了巴亨特的南部 库九莫斯卡亚大坝 这是乌军公布的画面 昨天的战斗攻占了水坝 乌军在水坝上插上了乌克兰国旗 这个水坝之前是由俄军控制 大家看看在水坝上插上乌克兰国旗的画面 从乌军这个士兵非常谨慎的插旗行动来看 现在这个地区确实乌军控制 也并不稳定 所以说明双方正在争夺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过去是库九米弗卡在这儿 这有个水坝 在这个方向 这个水坝 那这个库九米弗卡水坝之前 被瓦格纳公兵控制 瓦格纳撤离以后乌军来接防 那么再次被俄军 再次被乌军控制 俄军从这个地区撤离 水坝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水坝 昨天被乌军控制 在巴亨的南部 库九米弗卡 就这个位置 所以那也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乌军在南部地区 在戈尔罗普卡这个方向 乌军会有军事行动 而且对扎伊采沃 巴亨木特西部 南部地区形成一个包围 库九米弗卡被攻占以后 可以向北对巴亨木特形成围堵 向南对阿福提布卡进行增援 看到了吧 这个顿捷斯克的局势就非常复杂 双方都在进行反击 俄乌双方也在进行争夺 所以现在巴亨木特整个的局势来看 俄罗斯国防部下一步会在塞浦尔斯克北部地区 特别克里米纳北部 俄军会发动反攻 以牵制乌军主力在塞浦尔斯克 防止乌军主力南下巴亨木特 形成南北夹击 今天 在波兰施切清 美国方面援助14辆坦克 埃布拉姆斯坦克抵达了波兰 这个坦克将装备华沙第一装甲式 也是华沙从美国购买的第一批埃布拉姆斯坦克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很有趣 拜登总统在接受采访中说 普京显然正在输掉伊拉克战争 拜登现在脑子真的很有问题 而且你看他脸部带着呼吸机 他说他睡觉必须吸氧 带呼吸机睡觉 防止的呼吸中断 所以现在拜登 这个岁数大了以后 特别是80岁 整个人的身体精力 机能都在下降 所以下一届总统 我觉得拜登 如果再当一届总统 拜登的生命可能会进入倒计时 所以现在美国方面 加大对乌坎的援助 美国的拜登又签署了 第41项军事援助法案 因为俄军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大量摧毁美国的装甲车 所以美国也援助了55辆 包括30辆布拉德利 25辆史塞克 6月13号还援助了40辆车车 其中15辆布拉德利 25辆车车 有10辆的史塞克 这都是未来战场上乌军进攻的主力 也说明俄军在战场上消灭了大量的 美国的布拉德利和史塞克车车 也侧面证明了俄军在战场上 成功的消灭了西方的主战的布兵战车 这是今天整个的 卡拉玛托尔斯克 以及巴默特最新的一个情况 从现在的整个的俄乌战场情况来看 美国方面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特别是特种部队 靠近哈尔科夫 靠近顿巴斯地区 这个特种部队未来 还有可能对俄罗斯 特别是比尔哥周边地区领土 以及对顿巴斯地区 发动这个核生化袭击 现在不排除使用这个脏弹 特别乌克兰 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脏弹技术 而且已经制造了几枚脏弹 俄罗斯方面的情报显示 乌军手里已经有脏弹了 美国的油漆兵抵达这个方向 俄罗斯方面发现以后立刻摧毁 也说明俄军对乌克兰 对美国使用脏弹 俄罗斯方面也是非常警觉的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也回第一次来